各位无名的高地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璐 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 这个节目已经进入了第二部分 我开始为大家来解构一下 何谓中华 通过这个系列的前两集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中华它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一个民族 它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它是一个文化的抽象的概念 这个概念应该是 我们祖上 我们祖先和我们的生活的 这样一个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 社会文化和生活的一种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形成我们的一种历史属性 指引着我们社会的方向 但是我说过一句非常痛心的话 中国的文化是走在历史的下行现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要看 我们中国文化的起源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中华文化的起源 和中华文化它内在的一些哲学分析和美学分析 我来给各位再来解构中华 如果各位觉得文明高虑的节目非常棒 请大家一起关注我们其他 各位老师分享的其他的节目 谢谢 那么我现在就来给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中华的文化的一个内核 问题在于 我们从哪里来给它中华下定义呢 那我们必须要去溯源呢 因为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 我们知道 我们中华是起源于 殷商 是对我们现有的文化 对我们现有的 我们的民族性 产生影响的一个朝代 是殷商 它的大致时间是公元前 十几世纪 后半年 也就是距今 三千五百年左右 那问题是在于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在前面所讲的 殷商不是从地球上突然出现的 不是突然空降到东亚平原的 它就有一个源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曾经跟各位说过 我在第一段节目中讲过的 我找源头的时候 方向都指向西方 殷商文明 它是从西方传来的 是从人类最早成熟文明 苏美尔文明的传播 路径上的最远端 这个定义我已经在前面下过了 这个已经不是说是我攀路的个人意见了 这是考古学界的 现在的一种主流观点 加一句世界主流的考古学界 可能不包括中共的考古学家 那么我下面要说的是 既然是中华起源于苏美尔的文化 那我们必须要找到证据 我们用哪些证据来证明中华是起源于苏美尔文化呢 我这边先卖个关子 我在结构之中 我逐渐逐渐告诉你 中华它跟苏美尔文化最紧密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联系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 好 我现在就往后面讲了 既然我们中华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清楚 为什么我们苏美尔文化在传入中华文化之后 中华文化是走在历史下显现上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我就一直在去找答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会出现呆头 在我眼里大一统不是一个好东西 大一统它主要是一 一是谁呢 一不是你啊 你别高兴啊 朋友很喜欢戴路 我们秦朝维亚统一的多好 你看看 你如果到秦朝 你是商鞅 那个 你是商鞅 商鞅你肯定不想当 为什么 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屍被灭主了 商鞅没有后代 宜三主全部杀光了 你别高兴啊 别以为是商鞅 你更不是秦朝皇 你运气那么好 秦朝就两个皇帝 一个秦朝皇 一个秦朝皇 你就秦朝皇或者秦朝皇 你别做梦了 那你的结果是什么 告诉我 你大部分结果 要么是戍边 修藏人死掉的农夫 奴隶 要么立山林墓修 林墓的囚犯 秦朝皇不是说 你犯了罪就有情况 商鞅变化 你去看看 研究一下 只要你说实话 只要你凝聚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他骂了一下 秦朝皇那带 你也跟着捉牢 连坐制 你别弄错 所以你不要有戴路感 用爆棚山教授说的话 那个国家是个大监狱 你别以为你 哼 我很浓信 我身在秦朝 你哭吧你 好 这就是我说的了 你不要有戴路感 好 罗克不喜欢大一通 如果你喜欢大一通 现在的共产党政权 就是大一通 你喜欢吗 好 那么下面又来了 我们秦朝还不够 我们要往前看 从秦始皇公元前 二百三十年统一六国 到一九一二年 宣统退位 这个社会结果是没有变过 你别看他翻了多少茬 我跟大家讲 我看中国二十四史 我是跳着看的 我从史记前半部 一直跳到秦始皇后面 朝代一带就行了 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我在前面说过了 听过了吧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自由和价值观出现 这个自由价值观不是指经人自由政府啊 你别弄错了 民主政府不是这个概念 举个例子 自由爱情有吗 你想一想 没有 传说中有 牛羊之旅 娘柱 传说啊 这些时候有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父母包办婚姻啊 结婚了 两个人马上要准备那个了 成年了 他们才发现对方长得什么样 对方究竟怎么样 这个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你喜欢这种爱情吗 没有爱情 所以我曾经在推特上跟朋友们分享过 我在孔子的刚常能力下 你不要享有爱情啊 为什么 父母子的二 他帮你选择了 你还有做主的权利啊 爱情是没有啊 其实我知道有朋友说 爱情这个 其实价值观蛮高的 我告诉你 爱情的价值观 你生命本体还要高 好 下一个是 自由爱 还有自由 你做过呢 我告诉你 从 上阳开始 甚至从孔子本人开始 我告诉你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 用言论杀人的人 可能即便还有啊 但他杀邵政卯 这个书是 史记长写得清风楚楚 孔子他本人就搞言认专制 你乱说是吧 你妖言祸度是吧 他在鲁国 鲁昭公做大司空的时候 大司马的时候 他就把邵政卯 人家一个建言的官 把他砍 孔子就这样一个人 他的格局很低啊 别以为万事事不了 就在后面捅上去啊 有没有自由啊 一点自由都没有啊 你想想他谁敢说话 上阳是上阳变法之后谁敢说话 你皇帝名字喊出了 你满门操散 你说说看 你在唐朝你以为你姓李灵叫李世民啊 你全家都不要火了 所以你越有带路感 我在这里一定要抢到的 你不姓赵 你千万不要惊赵啊 你更不要有RQ精神 谢谢各位 今天的节目 这一集到此结束 请各位继续关注 无名高义的其他节目 我是潘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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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